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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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兒子沒有交好是我的錯 我希望松媽媽能夠接受我們的道歉 讓我們進去看看松同學的情況 兒子也有表示他真的一時衝動 虎爛啊 一時衝動媽的 他打就算還叫人家來一起打 只好是會一時衝動 我願意一時衝動 一時衝動的是你可能揍了這個人之後 多揍他兩拳 這叫一時衝動 乾媽你還打電話叫兩台車來扁人 這哪是一時衝動啊 這是他媽在找人出氣吧 那你會怎麼做 把你的工廠過戶給他 看一看一看 是我就願意啦 松媽媽對不起 希望你能夠接受我們的道歉 那我們去看看松同學 麻煩送媽媽 爐內出血 那有後遺症了吧 這個小孩 阿你兒子咧 人 他不用道歉喔 還是他還在跑 富少媽媽 富少媽媽 大聲一點 拿個麥克風給他好不好 這記者也很 也真的是 這記者 乾你屁事啊記者 你演著出去 又不是演給你看 他會交代你這種話 他扁人的時候都沒想到 肯定也肯定不心疼 家裡那麼有錢 王牌大律師請出來 撿刑 撿多少去了 對小孩都太嚴格 造成他的 叛逆棋 造成他的 叛逆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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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你娘媽在開馬沙拉滴 都可以開馬沙拉滴 還有叛逆棋 我記得我上次叛逆棋 大概是 國中二年級的時候吧 馬沙拉滴一台四百五百萬 中古車應該也要三百吧 誰他媽的有錢存三百萬 幹你娘 這些人都不會 都不會在這裡罵蔡英文 幹如果是我 我一定在這幾隻麥克風 幹你娘 蔡英文名字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 喊到他媽媽來這裡而已 來這裡為止 幹你娘 蔡英文就是給他喊出來就對了 他們都不懂 這時候就是要一直喊蔡英文 你知道嗎 這樣民進黨就會很緊張 你這不喊 喔 真的不懂 這時候你這時候就要 就要拿民進黨之前提的東西出來 什麼司法改革啊 什麼社會安全網啊 幹你娘 全部都給他講出來 你說這就是你們民進黨 當初說的社會安全網嗎 蔡英文 你當初說的司法改革呢 這些人怎麼一直在外面遊蕩 為什麼 我兒子是善良人 那是我的性感寶貝 不是 要講重點啦 大家都知道你兒子很嚴重啊 重點是 重點不是 就不是你兒子的 這已經是事實了對不對 重點是蔡英文這個王八蛋啊 這幾個 這幾個要連做法吧 幹你們屁事啊 來這邊那媽 臭熱鬧不用抓起來喔 蔡英文 講你啊 幹你啊 這些人來這邊臭熱鬧也不用抓起來喔 要連做法吧 在這邊 在這邊非法集會 現在就是要跟總國一樣啊 跟我們的 跟我們的祖國一樣啊 在這邊非法集會全部抓起來 准你機會了嗎 媽媽的名車耶 好像是媽寶 好像 好像有錢的都是媽寶 都是開媽媽的車耶 如果是我遇到會怎麼做 幹媽當然坐在車上趕快報警啊 廢話 誰會下車啊 他叫我下車我就下車喔 我不是他小弟 但是報警啊 如果開扁我的車會直接開走嗎 我可能會選擇撞他吧 反正現在車都有行車記錄器 我撞他應該也不會太嚴重吧 幹他他媽他把我的車敲爛了耶 我會怕捏 撞死也沒差說一時衝動就好 你看 出了這種事情蔡英文還不出來 可憐 司法改革改去哪裡 可憐 蔡母豬 這樣也有錯喔 按喇叭不行耶 他敲我的車 我幹尿不能撞他的車耶 我幹尿不能撞他的車耶 不然我要被他打死才可以喔 幹尿蔡英文 可憐啦 這是 這是蔡英文所謂的司法改革 不要太不滿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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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尿 蔡英文真的是斜咖 蔡英文也是個斜咖而已 蔡英文 大斜咖 23歲開馬沙拉蒂 海神三煞 那我真的找水行俠來了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他就是沒有在管兒子啊 這兒子八家九 那老爸哪有時間管他啊 老爸還要顧工廠 可憐啊 沒有父愛 你是個不及格的父親 你只管你的工廠 管你的事業 你能不能在管你的小孩 你是一個不及格的爸爸 難怪不是C300 是馬沙拉蒂 如果是一般的八九大概是C300 有錢一點的八九當然是選擇再往上 馬沙拉蒂 才七個 阿不是阿不是還有一台車 阿那一台車的人不用管喔 那一台車的人就放他們逍遙法外喔 阿蔡英文 傻小啦 真的耶 白養二十年耶 他前二十年 這麼努力上班工作 難得已經讀到大學 快解脫了 幹 我小孩現在這樣子 吵 還是這邊 找一下這幾個人幫忙 太狠了 蔡英文 唉 真的是衰阿 那也沒辦法 好像好像連開車都很都不能都都很危險耶 騎車被車撞 開車被八九揍 那還沒有更好一點的 好像什麼都很危險耶 騎車會被車撞 阿我現在選擇開車好像又遇到八九來揍人 董神 董神說 車禍難大生造 責任比較大 以車禍來講 但是他責任比較大 因為他是轉彎車阿 他是有 他是有 變換車道的阿 他是從 他是從主幹道 要切到那個 那種 那個叫機車道 他可能下一個路口要右轉了吧 阿如果以車禍來講 但是他不對阿 他不對 歸他不對阿 對不對 配欠就好了嘛 你要教訓他對不對 也揍個他兩拳 揍個他兩拳 他就 他就 他就嚇到了 也不用把人家打到這樣子吧 揍個兩拳 揍個兩拳 大家都還能理解阿 對不對 揍個兩拳 剛剛說我在教他怎麼開車 今天撞到的是車 你今天撞到如果是摩托車很危險 知道嗎 你18歲而已 你負擔得起別人的一生嗎 你把人家撞到殘廢怎麼辦 對不對 你看這時候人家就會去露說 哇 這8家9好MAN喔 他爸爸是開什麼工廠的 哇 我們要用青台幣抵制他 對不對 你看 這樣是不是就相反了 唉 這不懂嘛 完全都不懂